原文再續書接上回, 遙家村與林家村一場大戰, 中米六一身牛力, 廢摸一條二十多根重的大鐵棍, 棍風虎虎,衝入林家村陣中, 橫衝直撞,入無人之境。 而林家村這一邊, 亦不今事弱, 真是刀劍齊飛,銳不可擋。 雙方足足打了整個時辰, 仍然未分勝負, 打下打下,忽然呼聲, 翻起大風, 吹到樹木搖搖擺擺, 飛沙走石, 天上烏雲密布, 飛沙走雷閃電, 接著傾盆大雨, 將雙方人馬, 淋到落湯雞, 地上全部都是爛泥白, 那怎麼打呢? 雙方就逼著停戰, 狼狽敵回村裡, 如果不是這場大雨, 他們還有一段時間打, 且說方玉龍一面拼, 一面拎回, 大聲喊, 食空託露, 洪希冠小子, 明天好天, 再和你打過, 如果不殺盡你們的少林小子, 我就誓不為人。 洪希冠也大聲說, 方玉龍, 你以為我怕你, 明天中午, 再來這裏相見, 如果不敢來的, 卻不是英雄, 好, 日言為定, 不例就是正衰人。 到了第二天, 天氣晴朗, 兩邊人馬, 果然又來到兩村交界的空地上面, 雙方見拔老張, 露目而示, 但有一觸即法之勢, 只見蕭道就是慢慢走到空地中間, 拱一拱手說, 苟樣食空和尚過功龍的大命, 很想領教一下, 誰知昨天天不作美, 大雨傾盤, 以致沒辦法領教和尚內外功絕技。 今日這麼好天, 正好和和尚一決高下, 過功龍, 老夫今天約你, 是以一個對一個, 不准人來幫忙, 你夠不夠膽, 和老夫大戰三百回合? 昔空和尚聽聞這麼說, 心想, 聽他的說話, 實是他們的看法不夠他們的打, 想說個個擊破, 好, 我雖然只懂金鐘就鐵布衫的功夫, 但我燈平渡水之能, 怎會怕你羅漢千斤雜? 想到這裏, 連望說, 阿里陀佛, 據史的說話, 正是貧爭的意思。 貧爭, 亦很想領教很久了, 今日正好見過高帝。 講完, 端端腰間的布帶, 捲起三袖, 正想上辭。 忽然後面有人喊, 誒, 對付這個老家伙, 我, 要不要釋空師兄動手啊, 當日白明道人這麼聰明, 都被我破了, 何況這個老家伙, 不及得白明道人。 釋空和想另轉面一看, 原來是洪文定, 洪文定話未說語, 竟然十聲跳出空地中間。 蕭道仔一見洪文定跳出來, 心想, 這個小子, 上次曾經跳過我肩膀, 瞬插我雙眼, 都挺兇死的嘛。 好, 等我先殺你的死小子, 再殺過光龍。 想到這裡, 他大喊一聲, 洪文定小子, 有本事放馬過來。 洪文定十聲飆馬上前, 右手伸出兩隻手指, 一個二龍爭珠, 插向蕭道仔雙眼。 蕭道仔退馬閃過, 心想, 他一定跳上我肩膀。 早已伸出橋手等待你一下, 洪文定見插不中, 果然聳身一跳, 一個白鴿衝天之勢, 飛向蕭道仔肩膀。 蕭道仔因為有所準備, 將頭一側, 右拳一個似乎天之勢, 直向上面衝上, 打中洪文定屁股, 噴聲。 當堂將洪文定打高三尺, 飛向空中。 蕭道仔再想把頭鎚頂上, 好罪洪文定手急眼快, 夠勢靈敏。 馬上在空中, 打了個母頭關斗, 避過頭鎚, 落在蕭道仔背後, 掩住屁股, 走都走不及, 引到武當弟子拍起手掌, 笑到啪啪聲。 色空和尚, 見洪文定輸了回來, 馬上叼馬上次, 阿里陀佛, 笑居士, 確是好事。 貧僧現在和大戰三百回合, 請出招。 蕭道就是因為贏了一局, 銳氣正盛, 也不客氣, 大罕聲, 托鲁漢招。 右腳一個灰星踢斗, 快如閃電, 直打色空的下部, 想說破他的金鐘罩。 怎知色空和尚早有防備。 張山一閃, 閃過蕭道仔的左邊, 蕭道仔一轉馬, 接著右手直插色空喉嚨, 一招,緊接一招, 氣勢獨特逼人, 色空和尚再退馬閃避, 並沒有還擊。 因為色空和尚知道, 蕭道仔色, 藍千斤雜功夫, 打他的皮肉, 他就當你勾行。 不如暫時採取手勢, 讓他猛打空拳, 打到無力了。 蕭道仔一有機會, 突然進攻, 一下, 將他置於死地。 故此, 色空和尚一尾猛閃遍藤和, 中環跳躍。 蕭道仔, 他拳腳齊飛, 又踢, 又插, 又掃, 又掛, 猛就猛了。 真是全部打空的。 蛤? 蕭道仔, 不看為武學名家。 他知道色空的用意, 心想, 你這個禿磨, 都幾鬼馬的。 我一定要這樣, 這樣, 才能夠贏得到他。 想到這裡, 特地弄成索氣, 拳腳的漸慢, 色空的暗暗歡喜, 嘻, 正好。 蕭道仔, 上三路空虛, 他大喊一聲, 兩隻手指向著蕭道仔雙眼插去。 蕭道仔, 古道有這一下, 馬上將頭一握, 手指差一串才插去。 蕭道仔, 跟著一腳, 向色空和尚下部踢過去。 色空和尚也是武林高手, 看手指落空, 尤其蕭道仔, 肩膀一動, 知道他起腳了, 馬上將膝膀跳, 一個騰空義起腿, 兩下, 向著蕭道仔雙眼踢過去。 各位, 義起腿, 是北派常用的腿法, 色空和尚, 南拳, 北腿都精通, 打算用這一下來取勝, 垂尿蕭道仔, 手指眼快, 將頭一縮, 避過兩腳, 趁著色空和尚下落的時候, 突然一個頭鎚, 向上一頂。 噴聲, 當堂將色空和尚, 撞開成兩丈多遠, 白聲跌落地下。 蕭道仔心想, 這次不撞正的下補, 破我們的金鐘就脫步三套話。 武當弟子歡喜到跳起來, 大喊好夜。 洪欺歡等人心想, 哎呀, 糟了。 咦? 只見色空和尚, 右手掩著肚臨起分身, 他左手指著蕭道仔說, 嘿, 趙居士確實是很頭罪, 可惜撞不正啊, 如果撞下四五處, 貧僧就殺無命的了。 今天和你打了這麼久, 現在已經夜了, 你夠不夠膽, 明早到少林主前面, 脫一勝負啊。 蕭道仔哈哈, 大喵, 你是我的手下敗仗, 還認什麼厲害啊, 等你有多一日半日命, 又怎麼說啊, 去哪裏打都不怕你,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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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蕭道仔還未說完, 方玉龍大聲喊, 蕭居士, 不要放走他了, 我們乘勝追擊, 殺盡少林小節了。 武當弟子和林家村的人, 異口同聲, 大聲喊, 啥啦, 召瓜他。 二、三百人一起衝上去, 個個勇氣大增。 鍾米六, 見武當弟子這麼兇死啊, 他那些牛蒸氣又出啊, 大喊一聲, 頂住, 廢武鐵棍, 虎虎生風, 而虎入陽飯, 銳不可躲。 武當弟子, 牛華山, 他碰中米六, 嘿, 他當壞啦, 怎麽是中米六手腳啊, 打得兩打, 被中米六鐵棍, 朝頭打落, 撥, 好像打拆個野鶴那樣, 當堂頭都打爆, 其少林弟子, 亦人人奮勇, 個個爭先。 這個時候, 立喊聲, 兵人碰撞聲, 叫救命聲, 響勝一片, 聲震山岳。 扯趕胡阿彪, 見色空和尚, 又和蕭道祭大戰起來, 連盟使出後拳步法, 張膝一跳, 在後面跳上蕭道祭肩頭, 左手抬著他的頸, 右手插他的雙眼, 蕭道祭全神貫注和色空打, 突然被胡阿彪跳上肩頭插眼, 幾乎撞板, 急忙眉上雙眼, 一個獅子搖頭, 將頭一奮, 各位, 給著洪文定, 沒有那麼容易奮掉, 因為洪文定跟著聲元長老學, 奉學妻子, 而胡阿彪, 武藝比洪文定差點, 當堂被奮到飛起, 蕭道祭搶步上次, 當胡阿彪下落的時候, 蕭道祭又將他一腳打開, 跌落地下, 胡阿彪掩住胸口, 厚吐鮮血, 色空和尚急忙上前將他救起, 洪器官, 見到勢色不對, 下令撤退, 向著九年山方向, 莫方二道, 武當弟子追殺了一陣子, 見洪器官等人, 已經入到密林之中, 才回頭回到趙家村, 再講洪器官, 見武當弟子沒有追到來, 才鬆了一口氣, 掀點一下人數, 胡阿彪受傷很重, 而洪文定和色空和尚, 亦受了輕傷, 趙家村子弟死傷二十幾人, 洪器官不敢仰天長壇, 唉, 這次是我洪器官第三次慘敗了, 各人心頭重力力, 抬著話鏢, 一步一步走回少林寺, 青草方丈, 聽聞洪器官慘敗回來, 大嚇驚, 連亡就問你原因, 洪器官將作戰的情況, 說了一次, 青草和尚說, 哦, 這樣說來, 蕭道陣的武藝不差, 你們約他明天來這裡, 比武要因住才好, 是, 大師兄武藝高強, 看來對付蕭道陣, 非大師兄不可了, 請明天, 大師兄和我們一起出去, 這樣我們就不怕蕭道陣了, 青草和尚說一說頭, 跟著和洪器官去為胡阿彪等人醫傷, 這些不必世表, 回文再講武當弟子得勝之後, 笑到他們依牙搭堂, 發到林家村大排賢席, 慶賀一番, 在酒席賢前, 方玉龍說, 現在笑臨過邊, 胡阿彪正式白線上沙灘, 死一身散, 食兇, 洪文定又受了傷, 成分洪器官, 六雅彩, 周仁傑, 中米六, 這幾個人, 我們幾時都不怕他, 我想到一條妙計, 明天我們這樣, 這樣, 將少林小子一望打盡, 這樣就什麼仇都報了, 眾人異口同聲說, 方師叔確定好計, 好計, 朱國良翻山不過如此, 你這次又打贏仗, 來, 喝勝他, 喝, 到了翌日中午, 九年山下, 陳頭大起, 人聲鼎肺, 有一雙人馬, 二百人左右, 氣勢洶洶, 向著蕭林子走來, 走先頭的, 即是蕭道祭和無忌道人, 青草方丈, 聽聞麗, 馬上吩咐做好準備, 和洪熙觀, 色空和尚等人, 走出山門迎戰, 色空和尚只是輕相, 和洪熙觀, 和洪熙觀, 看了對面的隊伍一輪, 他皺起眉頭, 對青草, 色空和尚, 你們看, 前面武當派的隊伍裡, 雖然人多, 只是不見風玉龍, 武花園, 譚鳳兒等一班高手, 我看他必有詭計, 一定在後面偷襲, 我怕鳥空師弟在後面頂不住, 不如這樣吧, 大師兄, 你和色空師侄, 文定仁傑, 把守住這裡, 應付蕭道祭和無忌道人, 我立即在後面幫幫鳥空師弟, 青草和尚, 額一額頭, 洪熙觀立即捲高三袖, 手挺補劍, 飛身飄進去寺裡面, 微到後面, 竟然聽到殺聲大震, 果然是方玉龍, 率領武花月譚鳳兒, 周洪李炮等幾百人, 打開後門, 殺入裡面, 尿空和尚帶著幾十個和尚, 揭進全力抵抗, 正殺到難分難解, 無奈寡不敵眾, 看來已輸, 洪熙觀心想, 這裡最惡死是方玉龍, 射人先射馬, 擒賊先擒王, 殺敗方玉龍, 其他就容易搞定, 他立即大喊聲, 方玉龍, 由得請強, 洪熙觀禮, 聲道, 人道, 劍道, 方玉龍和尿空和尚打緊, 正大佔優勢, 眼看將近贏的時候, 突然殺出洪熙觀禮, 不禁大喊聲, 聽見後面, 有金人破風之聲, 連望十聲, 跳出圈外, 洪熙觀說, 尿空師弟, 你馬上和大家頂住, 等我來應付方玉龍, 尿空答應一聲, 撿住戒刀, 和眾僧, 向著林家子弟那裏殺去, 但是俗語有話, 魏多都生氣, 幾十人, 怎能頂得住幾百人, 結果被林家村的人衝入, 在鄉積槌那裏放起火泥, 再講洪熙觀揮武寶劍, 直取方玉龍, 只見劍光閃閃, 劍氣中環, 好像靈時喘地, 指電飛空, 打到方玉龍眼刀花光, 方玉龍自從被破了內功以後, 曾經兩次敗在洪熙觀的手, 知道自己外家功夫, 遠遠不是洪熙觀的手腳, 不由得膽戰心經, 一路猛退猛退, 退出後門, 洪熙觀步步進敵, 方玉龍退下退下, 退到山崖旁邊, 他更加害怕了, 唯有咬緊牙筋, 將手中把劍揭力應付, 洪熙觀打個劍花, 聲聲, 將方玉龍把劍隔飛, 跌在地上, 洪熙觀跟著進馬一劍, 方玉龍一聲, 山底向後一往, 整個人跌到山崖下面, 洪熙觀走前, 望一望下面, 指見崖深白尺, 下面黑漢漢, 山門驚激野草, 洪熙觀心想, 我就算刺他不死, 跌下去都死了, 洪熙觀靈轉面, 望望少林子, 指見後面火光沖天, 殺聲震震, 洪熙觀大下驚, 連忙在地上, 撿起方玉龍把劍, 衝回到寺裡, 見後花院裡, 尿空和尚和周紅李炮大戰, 打到汗漏至背, 已經頂不住了, 齊悅林家村的人, 在哭打哭殺, 遙武揚威, 洪熙觀馬上舉高方玉龍把劍, 方玉龍已經被我殺了, 誰想死就來, 這句話果然有用, 眾人一看, 果然是方玉龍把劍, 當堂嚇到木燈口外, 洪熙觀揮武雙劍, 好像兩條銀蛇在空中飛舞, 寒光閃閃, 劍風呼嘯, 真是人碰人死, 馬碰馬亡, 殺到林家村子弟不夠膽上前, 譚鳳兒報仇深切, 他都不知道厲害, 衝馬上前, 一劍向著洪熙觀踢過去, 被洪熙觀左劍噴聲隔開, 右劍一劍, 當堂將譚鳳兒右臂斬斷, 他咬咬咬咬地上, 無花月連亡上前, 擋住洪熙觀, 讓林家村的人將譚鳳兒救回去, 只是無花月的武藝, 哪裏是洪熙觀手腳的, 幾下手勢, 殺到無花月手忙腳亂, 貧貧退後, 周紅李炮和尿空打緊, 突然聽見譚鳳兒慘叫之聲, 真是心膽驅裂, 不敢戀戰, 下令各人散碎, 個個非而敵出後門, 不敢殺進去子裡, 洪熙觀率領眾人追殺出去, 殺到武當弟子和林家村的人狼狽狂奔, 真是只恨啤娘, 生小兩隻腳, 他說四隻腳一條尾更好, 走得快, 洪熙觀看見他們走遠了, 不斷追趕, 忽然想起前門那裏, 不知大師兄和蕭道祭打成怎樣呢? 想到這裏, 立刻叫鳥空和尚緊守著後門, 並且關照著兩邊, 防止對方爬牆而入, 自己將方玉龍把劍掛在腰間, 挺起單劍, 施展輕功, 穿過蕭林寺, 向著前門跑去, 只見前門空地, 雙方人馬一場激戰, 打到沙塵滾滾, 日式無光, 青草和尚正和蕭道祭大鬥劍法, 各位, 這次自有一場龍爭虎鬥, 欲知後事而何, 請你下回分解。